你好 欢迎收看1月2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农历年前一个月是捐血月 各大捐血中心从1月8号到2月8号积极展开暮血行动 而受天气寒冷还有流感及新冠肺炎疫情又深温的影响 捐血的一月低落了 目前各种血型都不达安全存量 捐血中心大声疾呼 请民众赶快来晚秀捐书 1月8号到2月8号是捐血月 各大捐血中心积极展开暮血行动 我们今年的捐血月是在1月8号跟2月8号 那我们每年这一段期间都会希望出来呼吁 我们各位相亲还有乐趣的捐血好朋友 能够出来踊跃捐血 那我们今天最新的库存只有6.1天 那比我们预期要在10天的一个安全库存量 大概还有差了将近4天 大概短长还将近9千代 那希望我们在这个海牛来期的时候 如果我们各位相亲有空的话 希望能够在过年前能够出来帮忙踊跃捐血 让我们医院的用血病患能够有充足的血液可以使用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呼吁大家踊跃捐血 让有急需用血的病患能够有保障 捐血一带可以救了一命 尤其在我们冬天的时候 其实寒冷的天气常常让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老人家 有心血管疾病也可能有中风 甚至很多慢性的疾病因此而被诱发 那这时候呢 那他在急救的过程中 其实常常需要血成为他最大的帮助 那所以呢 我想在这个寒假的期间 寒冷的时候也常常是缺血的季节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在这捐血月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鼓励我们的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来捐血 让血库能够有满满的血 让我们的所有需要血的这些病患 都能够得到安心保障 捐血中心表示农历年间血液安全存量要有十天 但是目前各类行血都不足 许多社团也利用星期假日举办了捐血活动 响应捐血月的募血行动 希望可以充足血液 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接着也会欢迎视报导